看歌能把观众听单是什么体验 谈点六首炸裂忙过台的神级现场 符号坐稳马上开车 第六首张杰和杨坤的直到世界尽头 当初在歌手2019的舞台上 观众得知张杰和杨坤组合时就已经提出了质疑 因为他们觉得两人完全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 没想到配合出来的现场竟然如此炸裂 这首歌也成功改善了很多人对杨坤的看法 而我是歌手中红亮让人耳目一新的 不光有杨坤 第五首《扶剧机》的《妖女》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 一拍场就放大招的《火剧机》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 因为在那个得高音者得天下的舞台上 《火剧机》的高音显然是抗衡不了尊男和寒红的 所以之后《火剧机》干脆就选择张国荣的《罗尼卡》 以此来告诉众人 音乐不只是用来比赛的 更是用来传承的 要是蔡依林在现场喊麦 张宇的妖娆不带火成团吗 第四首《张宇》陈志鹏的舞强 第四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张宇和陈志鹏一起扭动腰枝合唱舞强 直接让现场所有观众眼睛一黑 甚至连张宇都险些领受陈志鹏的骚气 两人的舞台现场也让所有观众津津乐道 不过名字却在七组中排名第六 因为第七名也是王者级的组合 第三首周米唱苏建信的《一案的月光》 说实话在看那一期的时候 我原以为张宇的现场就已经是巅峰了 没想到有沃龙的地方 并有风出苏建信作为帮唱 直接超常发挥 将原本属于张宇的倒数第一 亲手夺回并双手送给了周碧川 而他们现场也被许多人称为 同年一名 如果不是他来歌手开嗓 我不相信谁还能这么炸裂 第二首《华晨宇的寒鸭少年》 当初在歌手2020的舞台现场 开局就拿出大鱼的钟声 以为自己绝对能冷冷拿走第一 没想到却被华晨宇一嗓子 吼得片甲不留 唯一的台风一出 所有人都怕了 甚至让摇滚叫佛王风都眼前一亮 华晨宇的舞台现场确实没得说 不过当年经验我的现场 可不止这一个哟 第一首张亮颖的《恶蓝传说》 当年张亮颖为了突破航空的压铺 直接用张学友的经典摇滚舞曲来突围 虽然歌迷都认为张亮颖还是适合抒情歌 但让现场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 张亮颖这发疯的恶狼居然听起来如此带劲 你还知道我是歌手的哪些神迹现场吗 我会唱和我能弄弃恐怖终点 却没看我恨恨的心想着我